因為隨材質的紙質它有分兩大類 一個是木漿,一個是用棉 材質基本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因為棉漿其實比較貴 所以如果它是棉漿它一定會寫對不對 貴是有道理的,人家我就是棉漿 沒有寫的幾乎都是木漿 然後捲曲的問題它就是靠紙張的厚度來做解決 那木漿的紙也有它的合適的表現的方式 很乾淨俐落的插畫,表現都還不錯 如果是你要特別是大山大水的那種 渲染感、煙雨朦朧的效果 很美很美,霧卡亞的感覺的話 那一定要選棉漿的紙 所以你選對紙光在那邊染顏色 就是一個爽 就算小朋友他都覺得 好漂亮,媽媽你看好漂亮 就是那個紙有選對 紙有選對很重要